看看谁来了 原来是我儿子来了 长在水里的叶绿树 每年圣诞节 每个人都会收到大大小小的圣诞礼物 无论大小都是开心的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周生活活塞里 今天是圣诞节 上周我做的韩国泡菜 已经可以吃了 我来看一下 哇 好香啊 嗯 嗯 好吃 就像正宗的韩国泡菜 味道好极了 接下来分享老公做的圣诞大餐 烤羊肉烤牛肉 还有其他 看视频吧 这是外国人喜欢吃的一种香料 叫迷迭香 最著名的功效 就是能够增进记忆力 使人头脑清醒 它也利于肝胆 有帮助去腥排毒的功效 迷迭香和大蒜剁碎 再放上橄榄油 橄榄油 烤箱预热220度 烤箱预热220度 风扇烤备 预热烤箱 这是2.6公斤的羊腿肉 将切碎的迷迭香和大蒜 搅拌在一起 搅拌在羊肉上面 在羊肉上面搓几个洞 便于入味烤烤 然后将新鲜的迷迭香 插入冻脸中 哈哈老公就像在羊肉上面 种草 挺有意思 好了 一切就绪 老公就开始微笑的 和羊肉来个合影 哈哈哈哈 好 将羊肉放入烤箱 先让它吹干 然后再烤 暂时不要把它遮掉 先放在里面吹干 然后再烤 这小鸟 一只小鸟在窗外 可能这只鸟已经闻到了香味 把羊肉的一面 半小时以后把它盖起来 240 for 20 minutes 240度 240度 20分钟 200度一个小时 我老公现在来测一下温度 一定要测一下里面是多少温度 大约53度 大约53度就可以就好了 这南瓜买得不错 很甜 老公说把纸留下放在花园里送 老公准备了土豆 山芋 南瓜 还有胡萝卜 放入水中备用 我问老公 上面撒的是什么 老公说撒的是面粉 这样可以增加食物表皮的松油脆 表皮有点脆 要撒点面粉 还要加入一小碗油 让油包裹着食材 老公说大约要烧烤半个小时 这些食材就会熟了 羊肉好了 切羊肉的时候 倒将迷迭香挑出来 海鲜扇贝等一下烧 大虾已经腌制好了 等一下放在油里面炸一下 就可以吃了 老公刚才忘了戴手套 手不小心烫了一下 所以我着急的提醒他 要戴上手套 这个牛肉昨天晚上 我已经用调料腌制了一个晚上 现在在BBQ上面 慢火炖4个小时 放入生姜大蒜 看起来 回来 汤米和他的爸爸妈妈都来了 看到我们新的花园 涂离巴 小院子已经焕然一新了 好酷 超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家相聚在一起 物证圣诞礼物都是很开心又兴奋 虽然忙碌一整天有些疲惫 但看到孩子们欢笑的面容 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化为一种快乐和知足惜福 人生不就是为了快快乐乐的享受生活 感恩和感谢每一天的美好生活 哈米说这次学校放很长的假 我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度假 大荤菜必须要搭配凉拌菜 我来拌一个凉拌菜 胡萝卜和番茄都是芝蓉性的食物 要加一点橄榄油 然后将它们翻炒均匀 再加一点盐 然后再盖上锅盖 焖煮三分钟 三分钟后 番茄熟了 放入碗中放凉备用 加入腌制好的黄瓜生菜中 加入一勺正姜香醋 加入香油和白芝麻 将它们搅拌均匀 好了 蔬菜沙拉就做好了 老公为我吃腊肠 羊肉 腊肉, bacon,牛肉,虾,三杯,醋凉,色拉,蔬菜色拉, kimchi,韩国泡菜,豌豆 开饭啦,哇,人间美味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身心健康 我是十几年没有洗过碗了 国外都是洗碗机 你看这么多人吃饭放进去多省力 所以洗碗机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 为我们省掉多少的时间啊 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 谢谢收看 下次视频再见